大家好我是阿文君 在2021年的当下 您是否考虑购买一台或多台运动相机 用来季度生活呢 这里有GoPro的5678四款运动相机 我之前也做过推荐 而现在运动相机都涨价了 特别是这个二手的GoPro7 已经涨到1200元 要知道我在四个月之前 它只要1000元不到 而GoPro8现在要1900 2000块钱左右 GoPro9在2400 2500 价格都比较贵 而现在我更推荐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Acoso Pro7这台千元的运动相机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Acoso Pro7它的外包装和GoPro8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我们这个配件赠送比GoPro8要多 首先电池有两块 还有一个遥控器 要知道GoPro遥控器可是非常贵的 它是没有赠送的 另外从外包装的这个上面可以看到 它是双彩屏显示的 而我们GoPro这些系列的机器 前面这个只能显示参数 所以说这一款机器 它主打的特点就是性价比 非常值得大家选择 如果您想要买一个1200元的二手GoPro7 那么我完全推荐买一个全新的Pro7 而GoPro8和它的画质 我接下来会进行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我也不废话 我们开箱 首先撕掉这个地方 然后拿出这个盒子 这个就是我们服务器运动相机了 我们可以把它给取下来 手里的重量感觉和GoPro8差不多 然后打开包装盒 里面有保修卡 调控器一枚 配件特别的多 还有一个双充 两块电池 接下来就是各种配件的 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机器 我们首先撕掉这些贴纸 然后取下这个壳子 然后撕掉这个贴纸 对比这个GoPro显置屏 它的大小其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它的电池是下置的 然后我们GoPro7 GoPro56都是一样的 户居都是一样的 而GoPro8它是在侧边 这里面是放电池的 电池使用的是1350毫安时 官方数据待机是支持120分钟 然后在机器的这个侧边 这里是插内存卡的地方 还有一个Type-C的充电线接口 它最大是支持512G内存卡 好装入完成 接下来我们开机 按住这个不动 哇 有一个声音的开机了 Aucosal Bray 7 请格式化成熟卡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和体验 我已经完全用熟了 Aucosal Bray 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菜单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小齿轮 这里的分辨率支持最高是4K 30帧录像 这里的数码防抖 我建议也是打开的 还支持循环录像 各种设置也比较的丰富 也支持场景 有旗形 雪景 还有夜景 整个触控屏 还是非常的顺滑的 点击这个小齿轮 它支持声控 还有机变校正 下面还有潜水 还有遥控 这个WDR我个人建议也是打开的 好了这里就是整个机器的全部设置了 个人觉得它的菜单设置 其实比GoPro8还要丰富一些 在主页面这里 我们左右滑动 可以切换拍照 录像等模式 点击这个录像 我们可以设置慢速录像 缩时录像 路中拍 还有车载 还有WiFi 照片这里也可以进行设置 从上往下滑动 可以设置锁屏和关机 从下往上滑动 可以设置分辨率 还有测光模式 点击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录像了 再点击一次 就可以关闭录像 这里是显示内存卡 可录像的剩余时间 点击这个地方 可以查看刚刚录像的内容 个人觉得 这个清晰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长按这个下键 可以切换到前屏显示 这样方便我们拍摄时 看到自己的画面 再长按了 又能切换回来 长按上键 可以设置开启WiFi 来连接我们的手机 我们手机下载 GOSSO GO这个APP 点进来以后 我们点击添加设备 这里可以添加设备 还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选择BlueV7 根据画面的提示 我们进行一系列操作 连接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 看到运动相机的画面 点击这里 也可以直接用手机 来对其进行开始录制 点击这个停止录制 点击这里 也可以直接用手机 查看我们运动相机里面 拍摄的画面 并且还可以下载到手机上 我们还可以用手机 来设置各种参数 BlueV7最大是 支持170度的角度 最小是70度的角度 个人还是喜欢用140度的角度 这样机变不是很明显 这个附带的遥控器 也非常好用 可以远程的来开始和关闭录像 已经开始录像了 也可以用来切换拍照和录像模式 特别的方便了 好了 接下来我也不废话了 我会带着他 还有我的GoPro 一起去外面外出拍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效果 A few moments later 待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uccan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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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